为了稳定军心 民众党在今天一大早 紧急召开扩大应变会议 包含立委黄国昌等高层的党工职 几乎全员到齐了 在会后也决议全国总动员要开奖 第一场会在星期天登场 黄国昌正喊话 这是一场马拉松比赛 全体党工职高喊全国集结 民众党正式决议全党动员 台湾民众党决议全党动员 全国开奖救人无数的双手 现在正被绿色的新党国靠上口号 可以囚禁柯文哲主席的肉身 但是绝对没有办法交袭柯文哲主席的意志 白色力量将全国开奖首场 6月8号礼拜天立院群衔楼前登场 因为柯文哲积压后民众党基层怒火爆发 所有粉砖接连开轰党中央温弱 没有作为 就连柯文哲本人都预录影片 要众人好好上班 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 就是对我最好的方法 他不希望让社会变成很动荡 我跟你讲他的人 真的是一个白 馆长陈志涵第一时间直播忍不住抱怨柯文哲 为了交袭所有人怒火 民众党决定硬起来 这是一场马拉松 这不是一场100公尺的赛跑 我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 黄国昌更爆料 美国在台协会第一时间电话关心 民众党也决议 柯文哲积压期间 影片小组持续运作 党务则由秘书长周瑜修处理 白色力量定调 全党挺艺人 力图度过政治难关 记得宋务翔 洪宜德台博报道